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 《学如老人的论语讲记》 为政篇第18章 子章学甘露 子曰 多文缺语 甚言其语 则寡由 多见缺带 甚行其语 则寡回 言寡由 行寡回 露在其中语 子章学甘露 子曰 多文缺语 甚言其语 则寡由 这个缺 空缺 缺语 对一些事物有怀疑 对于有怀疑之事不下断理 有怀疑 有怀查证 我们一般讲 先持保留态度 这个叫缺疑 多见缺带 带这个字是唯显这个唯的意思 知足不露 知子不带 指章学甘露 那么这个露 在我们中国啊 一般传统啊 这个跟福星 寿星啊 排在一起 福露寿 所以露是露星 又称子星 这是露啊 代表 家官 跳等 就是升级啊 一次升好几级 我们一般啊 也称为财神 那么指章啊 学 求学啊 要求甘露 求这个露味 来请问孔子 那么怎么样啊 求这个甘露 求露味 孔子答复指章 遇得广学多文 天下是很多 应尽量学 不明白者不说 你们必须学这点 心脸近了才说 有疑惑可以从缺不谈 对事情啊 不能很确定的 那可以不讲 那就不要去讲 知道十成只说七八成 谨慎别全说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有十成啊 也不要全部说 说七八成也就可以了 就是谨慎啊 不要全部都说出来 那么说的太多啊 恐怕 又说错了 胡说便是诬告人 造口音 说错了就是胡说了 那就误枉人了 就造口的恶业了 只要说得恰到好处便停止不说 多说会惹出枝叶 能如此者过错自然少 所以我们对任何事情啊 说到恰到好处 就停止不要再说了 多说啊 恐怕惹出很多枝枝叶叶 那么能这样啊 过错自然就减少了 以上啊 孔子勉强可当为 不安的意思 所见虽然不少 但还有不安 有余虑之处 则从缺 不但不说也不要去做 就所知道的 只行个十之六七 不过以不及 过于不及 孔子讲中道 所知道的行之六七 自然会减少后悔的事 犯错事 就会后悔 那么这段啊 雪如老人啊 再给我们解释 多见缺带 盛行其余 则瓜慰 我们所看见的 虽然不少 但是还有一些地方啊 有余虑的 不明白的地方啊 不但啊 不要去说 也不要去做 我们只就所知道的 事情啊 有把握的 做十之六七 不超过 也 没有不及 自然会减少 后悔的事情 因为啊 如果 没有把握的事啊 那么我们 勉强去做 那做错了 那后面就会后悔了 那么以上啊 这个 是雪如老人 给我们的解释 言寡由 行寡悔 入在其中意 若能说话少过错 我们讲话呢 很少有过失错误 行为也不后悔 做事稳当 如此去当公务员 便是当得恰到好处 公务员啊 在公家机关上班 那保持这个原则啊 那就 入在其中啊 自然你的入位啊 就提升了 也就能得到了 中国古来 讲究善大 绝不像今日的玄机 这句话 雪如老人给我们讲啊 在台湾的情况啊 那个写西洋人 写美国式的那种 民主玄机 那这个 一般讲竞选 竞争 来选 那这个是 跟我们中国传统啊 这个 古代 那讲的 善浪啊 那是不一样的 总是啊 自己迁徙 去 推崇啊 贤能的人 那不像今天这个玄机啊 都说自己好 别人都不好 好 那么 这张书 我们就 写到这里 祝大家 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